我再次跟各位講 昨天的糕點 不可能是近期的糕點 但是觀眾朋友 我們真的麻煩你們 如果你還希望 台股能夠跟得上 美國費半指數 或納斯達克的腳步的 千萬不要用融資 因為現在坦白講 我為什麼說千萬不要用融資 因為有很多人習慣 現在在當衝你知道嗎 當天衝來衝去 用線股當衝來衝去 所以讓成交量變大了 那你還會留下來的 就是說你當天沒衝完 你還會留下來 把這資料統計完以後的 居然是融資還有增加的 那是不是更是符合了 這樣各位你了解了吧 因為很多人會在當天 衝來衝去 所以把成交量拉大起來 我不是說不好 而是說如果成交量 拉大的一個情況下 反而融資余額是每天增加的話 那代表留下來的就是符合了 那法輪一看到這種情況 融資一直增加 成交量變大 我跟各位講 你這種上衝下持 這種苦難的日子 還會一直維持下去 再好的股票也進不去 這樣每天這樣子 被這樣震來震去 震來震去 所以超越天風的節目 你一定要看 我們盡量跟各位講 都是一些底部的股票 你買底部的股票 那就算稍微被震一下 以後也會還各位一個公道 那我的這個YouTube的訂閱人數 要往九千邁進 那我有一個活動 請各位支持一下 就是在七月二十一號之前 禮拜五之前 YouTube突破九千個訂閱的話 我會公佈一個財富錦囊 什麼叫做財富錦囊 我會把我最近看好的三檔股票 在錦囊裡面直接公開給各位 所以麻煩你還沒有訂閱我們YouTube的 或者是你還沒有掃描 加入我們LiOT的 麻煩各位掃描加入YouTube 掃描加入這個LiOT 我每天還是不厭其煩的講 眼界決定你的世界 那現在這個行情遇到了什麼樣的難關 我就直接講難關就好了 就真的 我們這兩天遇到的一個難關就是 其實從上禮拜四開始就有這個跡象 當成交量一放大的情況下 融資又增加的情況下 當天就是這樣洗 尤其我每天我是一點在現場 為各位做這個 我每天一點都會連線 我最近就在講 我一點連線那時候 那個上忙下去洗得真的是 很多人都脫了一層皮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找回以前那種 緩步攻堅的那種TEMPO的話 真的真的再三的麻煩各位觀眾朋友們 你要嘛就可以暫時不做 暫時不做 其實成交量也不會大那麼多 你要做的話 麻煩各位千萬不要用融資 因為有時候像這樣一直洗 一直洗 我們如果看到融資是大減的話 我們反而會覺得 被洗出來了 第二天會大漲 可是每天這樣增來增去增 結果融資還是增加 我真的有時候覺得三條線 真的麻煩各位 麻煩各位 那一樣呢 你看一看 我們幫各位挑底部的股票 從月線挑的22塊6的成名店 當時成名店第一波的上漲 漲了37.6 那我們第二趟的成名店 是在28塊2 跟各位推薦 我說量價不會同時到頂 那其實他今天是關禁閉的最後一天 關禁閉的最後一天 這是當時的成名店 他關禁閉的最後一天 我跟你講到昨天 我們一直幫各位統計 到昨天的成名店 漲了將近八成 漲了八成 那明天他就要 明天再看嘛 最起碼 那我們從低檔一路幫各位追蹤了 你看這今天成名店 就算跌115點 就算關禁閉 你看他一樣他還是在盤上 那股票本來就這樣啊 是不是沿著五日線 沿著五日線做上工 那明天當然市場他會是一個焦點 因為他的分盤交易在 到20號就正式解禁了 那我們就看 解禁完以後他的一個表現 好不好 那畢竟 也帶各位 創造了80%的一個獲利 還算不錯啦 那基本面沒有改變 還是在這裡 其實今天的 廣達也創了波段新高 不知不覺238的廣達也創了波段的新高 對啊 沒錯 創了波段新高 今天來到了高點是來到210塊 210塊是波段新高 廣達也創了波段新高 對不對 你看當時他的一個底部 底部一過了以後 就是一路往上走 所以這種形態學很重要 我們也盡量的會在節目中跟各位講 形態的一個要領 那這是成名店 所以我說 為什麼要各位訂閱YouTube的頻道 我YouTube的頻道 因為我會盡量跟各位講一些底部的股票 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不可能說基本面都花很多時間 在跟各位講太詳細 那你可以在家裡的時候 你再看一次 你就會瞭解為什麼成名店 這波會那麼強 因為他曾經獲得IBM頒發 全球赤福代工整體服務運作的No.1 那他長期的客戶又有廣達 又有偽創又有微影 而且赤福器占他業務大概六到七成 這也就是為什麼AI崛起 他會那麼強的一個原因 那同樣的我們講G加第二就是中美金 中美金今天稍微有一些震盪 但是我必須跟各位講 整體態勢 我們是從173塊5毛跟各位報告 他也是一個月K線形成一個大底 今天最高來到187 最主要就是投信也是一直在買他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我不會說因為有稍微壓回 你看一下 今天稍微有壓回 不過你看一下 投信是不是站在買方 是啊 昨天又買了2164張 這投信大買的股票還沒走完 投信連續買 我的股票很多都是投信不斷在買 所以持續幫各位追蹤 這中美金的基本面一樣沒有改變 上半年度他是創同期新高 那這G加從93塊講 我今天就比較簡短的講 你從93塊這裡 直接有跟你跳到2376的G加 我說其實有些股票 他第一次回色月薪的時候 真是一個甜蜜點 就在234塊這裡 那你說這樣子一路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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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又創了一個收盤的一個新高架構下 今天最高來到321 之後再2986 你們覺得走完了沒有 我常在講如果一檔股票真的走完了 他起碼會做一個一個投行 很少說有這種股票 他會一下子就V型反短向下的 幾乎不可能 而且昨天的NVIDIA的股票在美國 他又在創了新高 昨天有兩檔股票在美國創新高 一個是Microsoft 一個是NVIDIA 所以我才會講 我們又開始沒跟上 你看看美國的廢半 來觀眾朋友 我給你看一下美國的廢半 美國的廢半指數 你看一看 早就站穩0.809的位置 昨天還是這樣子一路往上走 這美國的廢半 0.809的位置 我給各位看一下 站得穩穩的 廢半站穩0.809的位置 那納斯達克也是所有軍線往上 站上所有軍線之上 這是道琼也是 道琼昨天也創高 所以明顯的看到昨天的廢半也好 納斯達克 道琼 他都創了一個波段的新高 那我們去的這兩天 當然跟台幣也有關係 因為坦白講 我不能夠分析台幣未來的走向 但是 我們希望建構 台幣最好還是能夠盡快的升值 那他這裡是有遇到技術性的 一個重要的一個景線的姿勢 其實這個全世界通用 你會看的人就知道了 為什麼這幾天 在前天之前是台幣快速的 這樣子升值上來 往這裡走就是升值 因為他又碰到了上次的這個景線 碰到上次這個景線 所以我們要繼續幫各位觀察 我還是希望台幣能夠升 台幣能夠升值的一個情況下 台股上漲的機會就比較大一點 那技嘉我還是一樣會幫各位長期的一個追蹤 我今天就不要把太多時間放在技嘉 因為基本面也是在這裡 這是技嘉 因為我今天有新的股票要跟各位做報告 新的股票跟各位做報告 技嘉一樣基本面在這裡沒有改變 廣機 其實廣機我非常看好了 幾乎最近每天投信都在買 我們來看一下8050 你看到沒有 已經買了幾天 每天買 沒有一天不買 可是你會說今天為什麼拉到108這裡 稍微又震盪 因為他明天要除息 很多觀眾朋友看到 到這兩天的變化 你會很擔心說要不要參加除息 可是我一樣把基本面拿給各位看的一個情況下 你來想想看 現在我是建議除息 因為今天已經收盤 也不方便再講 你自己看看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基本面 他跟哪一檔 他跟哪一檔是策略聯盟的 一同店我們待會再講 廣機我們昨天有跟各位報告 廣機跟炎陽是策略聯盟 各佔百分之三十 你看一看今天炎陽的走勢 今天炎陽要再度漲停 有沒有 有沒有 再度漲停 各佔百分之三十 你看炎陽的這個走勢 這一波多 一過了這條頸線那個line以後 他過了這條頸線以後 每天用噴的這樣一路往上走 炎陽一路往上走了一個情況下 請問我佔有你三十趴 你佔有我三十趴 我就說廣機比較 比較慢的一個情況下 是因為他明天要出席 很多人就不想要參與出席 但是我們在很低檔 就已經跟各位講 我覺得明天應該會有更好的一個表現 那接下來跟各位說 我今天說兩檔股票跟各位報告 我要花點時間 我做股票我很在乎的 就是形態有沒有做突破 你一路向走來 你看到了當時九十三塊錢的技嘉 或者看到當時你看到的很低很低位階的中美金 我再給各位看一下中美金 你這樣子看一下你當時的價位 這是技嘉 我給你看一下中美金當時的一個價位 當時價位在大概173.5這裡 我們就開始跟各位報告 它是一個大的一個頭肩底型 最近最高點來到186 我覺得它還沒有走完 我就說它出現底型 那你再來看一看 今天要跟各位報告 其實形態如果擺第一的話 你未來就...你看這個型 像不像當時的技嘉 像不像中美金 它的底打了很久了 一年那它做什麼的 來我稍微給各位看一下 一年的底部型態突破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它有從消費性的產品延伸到車用的領域 先前也投資奇美車店 加上旗下的易經易傳 投入在AI車用影像辨識技術 所以它也算了AI概念股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它結合這個易經的影像處理 易容電的AI影像處理 進一步投入醫療領域 投入醫療領域 積極搶攻這個市場上 你要知道有提到AI醫療活樂 你知道最近有一檔股票叫6841 它已經擠根漲停 今天又再度漲停 今天再度漲停叫常家智能 那基本而言來講的話 包含6569的醫療 對不對 也是漲停 這都是AI醫療的 你看連續這樣漲 所以易容電也踏足了這個領域裡面 那基本而言來講的話 下半年它的毛利率會增溫 我這個就大概的把它的架構跟你講說 易容電本身它的AI車用影像辨識 還有一個就是有投入這個AI的醫療方面 有投入AI的醫療方面 AI醫療也就是現在最夯的 AI醫療還有AI車用影像 它也是一檔AI概念股 那它毛利率從去年的第四季的39 到今年第一季的40.8 那法輪易估今年它的毛利率 將會逐步到42%左右 那明年的毛利率會提升到43% 它是逐漸的打完底部以後 要往上的一個趨勢 而且它的ADS的方案已經打入了電動80兆 預計下半年就開始會 客戶最快在下半年度就會正式把這個車子推上市讓給各位看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要打這個底不容易 我這樣畫是很簡單 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當場畫給你看一下 你就會曉得真的不容易 你要經過時間的淬煉 才能夠形成一個底部的形態 對不對 今天第一天開始上工 這個底 我們來看一下量能 量能是放大的 今天量能一定是放大的 對不對 量能放大 直接過警線 直接過警線 你這要特別留意 因為有一些底部的股票 我坦白講 看你抱不抱得住 像這種股票 它有辦法達了一年的大底 其實它最大的一個期望值 最就是一個最小滿足測試 那我下個階段再跟各位講說 類似這種股票要怎麼操作 我們下個階段再說 謝謝 一點一點累積 創造財富 創造景氣 這也是剛剛捷運教我的 因為我們在排版 平常都是助理幫我排版 那我剛剛就突然想說 我要把一些之前底部的股票 全部集中到最後給你們看一下 為什麼我今天會跟各位講義龍店 我就想說怎麼把它移下來 後來捷運教 你就複製貼上就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複製貼上 你看這93塊錢記起來 當時是不是這樣子 對不對 是不是一個底部 像 那後來到多少錢 我們看一下 最高來到333 你看 很恐怖 一檔股票底部這樣形成 可以到333這裡 當時是93塊 所以要買底部的股票 就是要看我的節目 再來 那這檔陳明店 22塊6 你看 3013陳明店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一路這樣往上攻 是不是 也是底部以後一路往上攻 底部以後一路往上攻 對不對 那今天給各位看 就是這個大底的這檔股票 就是義龍店 我剛剛把基本面也跟各位講 這樣各位就有一個初步的概念 為什麼要選底部的股票 因為他未來會有故事給各位 好不好 真的底部股票就是這樣 好 那我再跟各位 再給各位看一下 為什麼我們今天一開始的時候 各位跟各位一直強調說 麻煩各位 你要讓我在七月二十一號 禮拜五之前 Youtube能夠突破九千個訂閱 九千個訂閱已經很接近了 我會公佈一個財富期 這財富期 我就會把一些底部的股票 讓各位做一個參考 好嗎 所以各位記得馬上訂閱 我要突破九千 七月二十一號之前 七月二十一是禮拜 他這個時間是不是寫錯 七月二十一 沒錯 禮拜五 禮拜五 就禮拜五 對禮拜五之前 麻煩各位一下 那我再給各位看一檔股票 這檔叫星全 為什麼要跟各位報告星全 其實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第一 他量價不會同時到頂 第二 我這裡要拿星全的日K線 跟星星來做一個比較 星星各位應該都很清楚 我們是最早在節目中跟各位講 左邊有一個套牢區一百九十二塊 底下有一個景限一六八的 對不對 那他這是不是一個W底已經過了 是不是 過了嘛 就往上走 觀眾朋友 有很多整理型態就是這樣 我之前要公這裡的時候 我會先在這邊做一個整理型態 這是不是一個小W 對不對 這叫整理型態 不能講W 他就整理完以後 開始往上公 你看好工整 我們之前這兩條線畫在這裡 所以當時盤中問我的時候 我說早就把這線畫在這邊等著 他已經公過去了 那他公過去的時候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這個 一樣看一下三二六四 有沒有異曲同工之助 有沒有異曲同工之助 有喔 我畫給你看一下 很像喔 也是一個小小的一個W形態喔 有沒有 也是一個小W形態嘛 對不對 這是三二六四的星拳嘛 那他又已經放亮了 會不會過 我們就一兩天來觀察嘛 那過了以後 你看 過了以後會不會跟星星一樣 就這樣子往上走 我們就拭目以待 因為股票市場上說真的 一樣的型態 就會有以後不同的故事 那我們為什麼會選擇星拳 第一個 在日線上他跟星星很像 都是一個盤整的整理型態 即將突破 星星已經突破他還沒有 第二個要跟各位報告的 就是因為你看他的月K線 來我們看一下他的月K線 月K線很簡單 他月K地一樣是往上沒錯嘛 我們來看一下月K線 我放一下亮能 觀眾朋友們 我們一樣來看一下這個星拳 你看一下這亮能 你們就會很清楚 他當時這裡是不是一個最大亮能 長紅棒七十一塊九 當時出現最大亮能 你如果熟悉收看我節目的 你知道量價不會同時到頂的 是不是代表他重新回五年線以後 經過了那麼久的歲月 他要挑戰的就是七十一塊九 這個高頂 所以從這兩個項目裡面 我今天有 我覺得星星你們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基本面在這裡 他本身你要想 AI和高速晶片的領域裡面來講的話 再加上車用電子的一個布局 那會朝向委外測試 委外 委外當然是星拳 他就受益了 我們一些大廠他自己不做的 就委外交給星拳做 所以在AI高速晶片運算領域 還有強化車用布局裡面 前三季他是足跡成長的 那星拳也具備了AI和高速晶片 測試的開發的技術開發 那你要知道CHOPGDP 是要用到先進製程嗎 你先進製程 你第一個會想到台積電 那台積電製程完以後 要不要封裝技術 要嘛 所以星拳也是非常重要 另外來講 以車用IC來看的話 最關鍵的就在測試 那他有那麼多客戶 你們看了就好 好不好 我們這個基本面 你就回去慢慢看 我最主要還是要跟各位講 你還沒有訂閱我YouTube的 麻煩各位 我再三的麻煩各位 你訂閱我的YouTube 你回家可以在這個 訂閱完YouTube以後 你可以一直看重播 我如果我的節目內容裡面 對你有幫助的 包含基本面或技術面 你可以藉由YouTube 怎麼樣來看 那LINE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你都可以視訊我 我都會在第一時間回答各位 那這幾天盤有一些枯燥 沒關係 你就踴躍的訂閱我的YouTube 當過了這個九千個訂閱的時候 我會公布這個財富警囊 我會把三檔很重要底部的股票 在突破這個當時 我會 我會給各位看到這三檔股票 麻煩各位 在七月二十一號禮拜五之前 幫我衝一下YouTube的訂閱人數 麻煩各位 我知道最近大盤有一點枯燥 你更要訂閱超越巔峰 超越巔峰會給各位最滿意的 裡面有最好的一個答案 公布財富警囊突破九千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 值得比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勾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